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病人 这是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 她俩共有一个大脑 已经18年了 而就在今天 医生却不得不将姐妹俩分开 因为他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这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手术 所有专家聚在一起 商讨手术方案 分离大脑并不难 难的是分离静脉 因为姐妹俩共享一根痘疾脉 谁少了她都必死无疑 聪明的妮儿想到一个办法 这个静脉给姐姐用 而妹妹的话 再从她腿上移制一根就好了 经过长达40个小时的手术 两人的大脑终于要分开了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随着一剪刀下去 斗筋脉一分为二 姐妹俩终于成功分离 手术后 姐姐先睁开眼睛 妹妹却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检查后发现 妹妹的大脑几乎没有血液流入 而且脑动脉几乎完全被堵塞 这个问题难倒了众人 不供血 妹妹很快就会脑死亡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 萧恩又一次开启她的天赋 她提出给妹妹脑中安装支架 依此来恢复供血 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谁知美女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 邀请萧恩做自己的助手 手术立刻进行 刚开始非常顺利 然而当支架完全植入后 机器却响起了警报声 看来是支架损伤了脑血管 手术只好被迫中止 服务双制或不担心 妹妹的手术刚失败 姐姐的心脏也发生衰竭 心率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 唯有心脏移植才能救她 但时间紧迫 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捐献者 这下尼尔的头都大了 关键时刻又是萧恩 她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就是将妹妹的心脏 移植给姐姐 反正妹妹昏迷不醒 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 如果姐姐不立刻接受心脏移植 很可能活不过今晚 这是一个残忍的选择 难道真的要杀死妹妹 去救姐姐吗 母亲含泪签下手术同意书 如果不签的话 两人可能都会死 手术室里 母亲轻轻抚摸着小女儿的额头 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医生拔掉呼吸管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妹妹竟然可以自主呼吸 难道这就是求生欲的力量 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强行把妹妹的心脏 拿去救姐姐 但姐姐这边危在旦夕 急需心脏移植 这该怎么办呢 沉默良久的萧恩 又一次开启外挂 用她那计算机般的大脑 分析着每张CT片子 在场医生都崩溃了 尼尔笑着说 别闹了 我们刚刚花了40小时 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 你现在说要接回去 小恩解释 不是连接头部 而是连接大腿的骨动脉 他们本来就是一提的 根本不会出现排斥反应 这样的话 妹妹就能为姐姐的心脏攻血 姐姐暂时不会死 医院就有充足的时间 去寻找心脏捐献者 万一昏迷的妹妹中途去世 就切断骨动脉 将她的心脏移植给姐姐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 手术立刻进行 当医生把他们的骨动脉成功连接后 姐姐的心跳恢复正常 手术非常成功 术后 让人影响不到的是 一直昏迷不醒的妹妹 居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医生立刻为妹妹做了全身检查 结果出来后 小恩惊呼道 医生迅速将姐妹俩推进手术室 就在这时 姐姐心脏突然出现试颤 医生立刻展开抢救 可是已经无力回天 最终姐姐还是因为心脏衰竭去世 妹妹成功活了下来 小恩今天厉害了 单身20多年的她 居然要和美女邻居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一起飙车 一起去酒吧喝酒 一起K哥 玩得不易冷呼 小恩第一次发现 和美女约会的感觉真好 晚上分别时 醉酒的丽雅让小恩亲她一下 小恩腼腆的凑了上去 终于献出自己的初吻 丽雅似乎有点意犹未尽 让她再亲一下 这个自闭症少年 却冲回房间吐了起来 没错 她直接吐了 第二天 丽雅决定搬去其他城市生活 小恩听后伤心欲绝 趁眼泪还没掉下来 她又一次匆匆逃跑了 丽雅来到小恩家 却发现空无一人 此时的小恩正孤独的坐在车站 她戴上耳机 一遍遍循环着丽雅最爱的歌 第一次对一个女生有好感 对方却要离开自己 难道自闭症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恩 向院长递交了辞职信 她决定追随丽雅去她的城市工作 院长找到小恩 与众心肠的劝导她 我不想让你走 我希望你能留下 小恩一言不发 似乎被院长的真诚所打动 晚上 恢复理智的小恩找到丽雅 她决定继续自己的良衣生涯 完成自己的梦想 离别时 丽雅将最喜欢的棒球送给小恩 而小恩也承诺一定会去看她的 回到家中 小恩拿出棒球深深的闻了一口 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丽雅的味道 小恩将棒球和弟弟照片摆在一起 故事到此结束